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二 关于追求真理这个话题 经常这么交通 你们能不能感觉到 追求真理的重要性 看到身边那些 自己所熟悉的人 被教会处理了 甚至有的人被清除开除 你们心里有没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总结出来点经验教训 那些被划分到壁祖的人 被清除的人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当看到身边一些熟悉的人 被调整到壁祖 或被清除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些感触 他们虽然信神多年 但是确实都不追求真理 如果我也不追求真理 领导师不寻求真理 最终也会跟他们一样 被淘汰 神家处理这些人的原则 是什么 知不知道 是不是仅仅因为 他们人性不好 不追求真理 看着不顺眼 就把他们清除了 那没被处理的人 是不是人性都没问题 都喜爱真理 追求真理 能顺服真理 能爱神 敬畏神 是不是这么回事 神家清除的人 或者划分到壁祖的人 仅仅是因为 他们不喜爱真理 厌烦真理吗 是因为他们人性不好 丝毫不接受真理 还是因着长相不好 或者一时的过犯 就把他们处理了吗 这是不是神家 处理人的原则 神家是不是因为 谁不追求真理 就处理他 取消他尽本分的资格 把他打发走 不是 那为什么处理这些人 把这些人打发走 因为他们不按真理原则办事 打岔搅扰了教会工作 给神家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个是不是主要原因 还有什么原因 有没有人因为总撒谎被打发走了 有没有人因为不喜爱真理 厌烦真理被打发走了 有没有 有没有人因为尽本分不忠心被打发走了 没有 你说被打发走的这些人可不可惜 有没有被冤枉的 百分百没有被冤枉的 按着这些人所做的恶 他们到灵界够死十八回了 都得受惩罚 死完之后再活过来 再受惩罚 再死 再活过来 再受惩罚 再死 够死十八回的了 那是作恶多端 罪恶滔天呢 为什么处理开除这些人呢 因为不处理不行了 他们不是在尽本分 他们是在打岔搅扰 是在搞破坏 有些人还以为 处理他们是因为他们爱撒谎 人性不好 或者因为他们争地位夺权 尽本问不忠心 还有些浑人说 是因为他们不喜爱真理 不追求真理 那你们喜爱真理吗 没被打发走的人 都喜爱真理追求真理吗 这些都不是事实 事实上 这些人被处理 是因为他们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充当的就是打岔搅扰 搞破坏的角色 他们做了撒旦魔鬼 大红龙 想做却做不了的事 严重地触犯了神家的行政 严重地触怒神 不打发走不行了 才打发走的 不是神家没爱心 对人苛刻 不是神不给人机会 而是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形成了打岔搅扰 给教会工作 带来的损失太大了 他们不是在尽本分 连效力都不是 他们是在打岔搅扰 是在作恶 没有神选民 喜欢教会 有这样的人存在 你在教会中 说点嘲讽的话 撒个谎 这只是个人行为 只是个人不喜爱真理 不追求真理 只要没形成打岔搅扰 那没人处理你 你尽本分 有时有点应付糊弄 但多数时候还有果效 只要没形成打岔搅扰 神家都能按原则对待 给机会让你留下来尽本分 但是这些人形成打岔搅扰了 他们胡作非为 处处违背原则 搞得鸡犬不宁 教会各方面工作都被破坏 多少弟兄姊妹尽本分的成果 都复之东流 他们打岔搅扰所造成的后果 是很严重的 不知用多少人 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弥补 所以这些人必须打发走 这样才能保护好弟兄姊妹 能正常地尽本分 得到好的成果 只有清除了这些恶人 敌基督 才能给弟兄姊妹 创造一个合适的工作环境 生活环境 如果这些恶人 敌基督留在教会里 只能是祸害 他们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一片乌烟瘴气 一片混乱 他们所做的 连效力的标准都够不上 全是搅扰破坏拆毁 他们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打岔搅扰 教会工作 教会生活 这不是撒旦的差异吗 这样的人能留在教会吗 他们不是普通的败坏人类 而是撒旦的差异 这些人都做了什么事 挥霍祭物 把神的祭物 无条件地给外邦人 给外邦人钱特别大方 人家不要他硬塞 让外邦人做点活 人家说工钱给一百元就行 他非要给三百 人要三百元 他非要给五百 工资给完之后 还额外给人家奖金 花销多少祭物 他都不问上面 就自己做主 做什么工作 都不根据神家的工作安排 也不根据神家交代的原则 当然 更不根据真理原则 就是认着性子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丝毫不维护神家利益 他宁可维护外邦人 都不维护神家利益 拿着神的祭物到处挥霍 那钱是你挣来的吗 给外邦人发奖金 送礼物 丝毫不手软 谁不同意都不行 谁不同意就教训谁 你说 这样的人是信神 跟随神的人吗 这是不是败类呀 这样的人是不是该清除 这些人还做了哪些恶 传福音报虚数 欺骗神家 谁不报虚数 他们就狠狠整治打压 他们强迫人谎报虚数 不报都不行 这是什么人呢 这还是人吗 你如果说 他们仅仅就是人性不好 不喜爱真理 不追求真理 这话成立吗 这是不是胡说八道啊 他们不仅仅是 不喜爱真理 不追求真理 他们连正常人性都不具备 更谈不上喜爱真理 追求真理了 他们就是魔鬼 这下看清楚了吧 这些人是什么本性 他们是魔鬼的本性 这些人 这些人被清除了还不服 还抱屈 我冤枉 我没那么做 事实摆在眼前都不认账 还要死里死扛 这是不是说明 这是不是说明清楚他们是对的 这类人如果不清楚 会是什么后果 他会悔改吗 你即使给他机会 让他继续尽本分 只是加以对付修理 他能不能悔改变好 他绝对不可能悔改 这是什么本性实质 哪类人不能悔改 即使连到事实都不悔改 魔鬼 有撒旦实质的人 邪灵污鬼 不会悔改 你怎么交通真理 他都不会悔改 他连作恶的事实都不承认 他能接受真理 认识自己吗 绝对不会 他如果能承认作恶事实 他就能有机会接受真理 但他连事实都不承认 自己做的事是什么性质 都不承认不接受 这样的人不可能悔改 就如所多玛的人一样 告诉他们 再不悔改 神就要毁灭这座城了 他们接不接受 他们听完这话 是什么态度 就当没听见一样 照旧凭着自己的喜好做事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丝毫不悔改 所以 他们最终的结局 就是被毁灭 神给机会 他们却不珍惜不悔改 非要跟神对抗到底 这些人 没有良心理智 值不值得可怜 不值得 对这些不值得可怜的人 有没有人替他们打抱不平啊 有没有人佩服他们 觉得他们受苦付代价多年 做工作也特别的劳苦 特别的殷勤 而且有些人素质还不错 特别有工作能力 有领导才能 打发走不是可惜了吗 可不可惜 不可惜 不可惜就说明 把他们打发走就对了 你就观察 看这些人 能不能接受真理 他们走的是什么道路 如果尽本分 还能打岔搅扰 这是人类中的败类呀 树造之物尽本分 这是理所应当的 不管尽什么本分 得尽到责任 就算达不到合格 最起码也不能打岔搅扰啊 打岔搅扰 那是撒旦做的事 不应该是败坏人类做的事 败坏人类经受撒旦败坏 抵挡神身不由己 但是尽本分 故意打岔搅扰这种事 有正常人性 有良心理智的人 不会这样做 因为他有良心理智约束着 他就不会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打岔搅扰破坏神家的工作 尽本分即使做不到合格 做到一般话也说得过去 最起码合乎良心理智的标准 但这些人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 所以最后只能是走到那个地步 因着作恶多端 被神家清除开除 这是人类中的败类 咱们接着讲 怎样追求真理的实行中 放下这一项的第三条内容 放下与神的隔阂 与对神的敌视 这里面观念想象的问题 刚刚讲了一些 人对神做工的观念想象 现在再看 人对神的做工 是不是还有一些观念想象 这些观念想象 会不会影响人 怎样对待神的做工 怎样经历神的做工 怎样理解认识神的做工 在教会出现的各类人中 其中有一类人是恶人 敌基督 不管他们因为做了哪些恶 受到了处理 不管教会因着哪些事 清除开除了他们 总有一些人 对神家清理不信派 恶人敌基督 存有一些观念 这些观念想象 都是因着 人对神的做工 神的主宰 没有丝毫认识 在人的观念想象中 教会是神在地上工作的场地 所以教会是人能看见 神主宰的 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地方 也可以说 是能体现神主宰的 一个最直截了当的 最明显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地方 人常常看到一些 与人的观念 不相符的人事物出现 在人的观念中认为 既然教会是与神做工 有关系的一个地方 那教会就应该是 充满了友善和平 充满了爱与宽容 充满了喜乐安慰的 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 教会中不应该有 诸如恶人敌基督 这一类人的出现 也不应该出现 恶人作恶的事 当然 在神的主宰之下 在教会中 不应该出现 违背真理原则的事情 更不允许 有各类不法的人 不法的事 或者不合乎 人意 人情 人性的一些事情 应该一切 都是那么的 祥和平静 和善积极 乐观向上 甚至没有任何的争斗 没有任何不合乎 人性需要的 丑恶与丑陋的事情出现 这是人的观念 但是 事实却与人的观念 想象不符 教会无论是在哪个时期 或者哪个工作阶段 总会出现一些恶人 狄基督 搅扰打岔教会工作 使神家某方面工作 被破坏 教会工作的秩序 被打破 被搅扰 等等一些事情 当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人会感觉到不可思议 内心充满了无奈 不解与困惑 神到底存不存在 神到底是怎么主宰 这个人类 怎么管理他的教会 怎么管理他的家的 神到底管不管呢 神在哪儿 为什么这些不法的事情 出现时 为什么恶人出来搅扰时 没有人出来制止 神也没有出来制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教会不是神的家吗 跟随神的人 不是神的选民吗 神为什么不看顾 不保守他的家呢 为什么不保守神的选民 平平安安地生活在 安乐窝避难所里呢 人有这些疑惑不解 是不是因着 人的种种观念造成的 那这个观念主要是 针对什么 是不是针对神的做工 神的主宰说的 因着教会 有这些恶人作恶 打岔搅扰的事情出现 因着人对这些事不理解 所以人就很难看透 这些事背后的由来 以及这些事的最终结果 是什么 因为人看不透 所以人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想法 与对神的观念 有些人认为 神家对恶人 敌基督应该讲爱心 如果不讲爱心 这不是跟社会一样吗 社会上就是 这伙人整治那伙人 都是为争权夺势 神家清除开除恶人 这不也是整人治人吗 在神家待着 也不那么安全呢 如果真遇到什么风浪的话 说不定就被冤枉清除了 没有人替你平反呢 神到底在哪儿啊 神为什么不出来 说句话 做件事呢 让我们看看你的存在 让我们看见你的全能 让我们亲眼看见你的主宰 这样我们心里不就踏实了吗 在教会中 每每经历到一些 令人不解的事情时 有些人就会在心里 产生不安疑惑这样的情绪 甚至有的人想逃避 还有的人陷入消极 尤其有些人被狄基督迷惑 愚弄了 就自暴自弃了 甚至有些被狄基督迷惑利用 成为狄基督帮凶的人 被教会隔离反省 或者被清除了 人对这一切事情 感觉到不解的同时 对神的存在也产生了疑惑 因为很多人对神的信 主要来源是他相信 神主宰万物 主宰一切 就是很多人相信 神能主宰一切 主宰万有 主宰人类的命运 因此相信神的存在 相信神的身份实质 但是身边发生的这些事 让他对神的主宰 产生了疑惑动摇 他随之对神主宰万有的事实 产生疑惑 之后他对神的信心 也产生了动摇 这一连串的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人对神的主宰这方面 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想象 那这些观念想象 肯定是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事实的 是人的谬解 或者人的误解 接下来咱们就交通交通 神是怎样主宰在你身边 你能看到能感受到的 这一切人事物的 神主宰这一切的原则是什么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主宰这个词 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 抛开大环境不说 就教会而言 神主宰万有这件事 是实实在在的 神的主宰不是一个虚词 也不仅仅是一种现象 而是有实际的势力 有实际的果效 那在教会中 神主宰的原则是什么 咱们先来看看 教会接纳进来的人 有没有神的主宰安排 这个不空洞 神的福音 神的话临到谁 谁能接受神的做工 谁能进入教会 这有神的命定 暂先不说 这个人的人性怎样 是不是恶人 他能进入教会 这有神的命定 神的命定 是不是神主宰的其中一项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个人进入教会 都有神的命定 神的命定 神的命定这个词 听起来有点抽象 那咱们就说 神说了算 由神把关吧 神是国度的大门 也是教会的大门 什么样的人 能正式成为教会中的成员 神家的成员 这是有神把关 无论是混进来的 不信派恶人 还是对信神感兴趣 或者能够接受真理 跟随神的好人 只要他能加入教会 成为教会的成员 这不是哪个人能决定的 不管他信神 是不是带着某种存心目的 他的人性怎样 文化程度 社会背景怎样 他能加入教会 来到神面前 这是神决定的 是神在把关 人能不能把好关 人决定不了这事 这不取决于人的意愿 比如 你看见有的人在社会上 有地位又精明 就觉得 这人如果能来到神家 做教会带领就好了 咱们教会就缺这样的人 可是神不要 神不敢动他 人给他传福音 交通神的话 他听完之后不明白 他听别的都开窍 唯独听神的话就不开窍 像个傻子一样 这样的人还能进到教会吗 虽然他对得福也感兴趣 但是他听神的话 听交通真理 心就安静不下来 就坐不住了 听两三回道以后就不来了 这样的人没有真实的信心 你对他有好心管用吗 你能把他带进教会吗 不能 那得神说了算 神说不要这样的人 无论他是效力或充当什么角色 神都不要 那即使你凭好心 声拉硬拽也没有用 最后他还得走 他不可能成为教会的成员 谁拽也没用 这是人决定不了 这是神命定的神把关 有些人没什么社会地位 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素质也一般 长得也不起眼 但人挺单纯直爽 对信神的事感兴趣 无论有什么难处 他都离不开神 热心特别大 就这股热心劲 弟兄姊妹看着也高兴 神看见也喜欢 其实这是有神的灵感动 他才这样热心 他进入教会以后 看到教会中的人都挺好 天天持和神话交通真理 他就特别受激励 感觉这是人生正道 就开始传福音尽本分了 成为跟随神的人了 这人能信神 是谁决定的 是神决定的 神允许他进来的 他才能信神 如果不是神做工 神感动人 人信不了神 若是人强拉进来的 他早晚还得出去 人天性里 没有接受真理的器官 他能喜爱真理 接受真理 那证明是神做工了 神做工了 他就能成为教会中的一员 这是各类人 进到教会的一个前提 前提是神得要他 不管他在教会中 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总之神家的门是神把关 不让他进来 他就在门外 让他进来 他就在门里 所以成为教会中的一员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具体神根据什么原则 来接纳一个人 当然 神有神的原则 咱们不交通 神要什么样的人 不要什么样的人 这里面很复杂 为什么说复杂呢 哪个人进到教会中 在哪个时期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在哪个时期尽什么本分 或者担当哪些重要工作 在哪个时期顺应神家工作的需要 人力的需要 都有神的计划 神是从宏观来调控 从整体来调控 而不是在当下怎样做 这是很复杂 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咱们就不细说了 总之 人能进入神家这个大门 不是哪一个人能决定的 这由神的主在安排 进入神家之后 各类人尽各类本分 充当各类角色 走各种道路 形形色色的人 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这一切都在神的主宰管理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